一名拥有三项非礼罪前科的老翁 上个月被控在邻居的住家后方 与一头母羊进行违反自然性行为 导致母羊肺部衰竭死亡 被告今天俯首正罪 法庭判处他坐牢六年 控状指出 60岁的被告沙哈里 今年7月27号中午的1点33分 在万劳甘榜双西布亚的一间屋子后方 性侵一头母羊 抵触刑事法典第377条文 上个月25号被告在地庭面控时否认有罪 不过案件今天过堂时 他却改口认罪 被告也在庭上确认了案件物品 包括一张山羊的照片 以及在案件中被扣押的遗物 分别是一件绿色的T恤和褐色的裤子 法官预令被告出狱之后 必须接受警方为期一年的监视 并寻求辅导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